大家好 刘氏做突破 熊氏做回调 我是你们的老朋友 沈南 很多朋友喜欢尾盘买股票 但是又找不到方法 今天呢 沈南给大家介绍的这种方法 是用来尾盘进行操作的一种方法 说到这里 希望新朋友点击下关注 老朋友的话也点击下收藏 因为这套战法 涉及到了很多的机构 以及游资的利益 很有可能随时被下架 希望大家 如果说可以下载的话 尽量的下载的 反复性的去观看 学习 可以说尾盘这样买 别墅靠大海 好 我爸这套战法的话 定义为独孤一键战法 还是以案例来看 我们可以看一下 像这一档案例 这一档案例 它可以说是最近最热门的 元宇宙 元宇宙概念的第一龙头 做骨骄 做龙头骨 如果说龙头骨出现了 我们 特别是 神南所讲的一些战法的话 比如说想流利流 流利妖 神南流流群 还有像神南的六蛮神剑 神南的这个 很多很多的一个战法 如果说它复合的话 那么它很有可能继续走药 或者说它胆气可能说 变得非常的强势 我们看一下这个案例 这个案例是在 9月9号这一天 9月9号这一天 独孤一键战法 它可以选出来 我们这套战法的用法 大家注意一下 在2点50分 2点50分进行选股 2点50分进行选股 2点50分 选出来之后 可以在收盘之前买进去 就可以 收盘之前买进去就可以 如果说你卡点的话 卡在2点56分的时候去买 对不对 是比较好的 记住了2点56分左右的时候去买 买进去之后 第二天是不是 今天大家可以看到 最高冲到13个点 对不对 非常的暴力 尾盘买股法 这是尾盘买股法 尾盘买股法 我们再看这个案例 这个案例大家可以看一下 从这幅图上 我们可以看到 在前面这里 前面这里 它是出现了一个独孤一键信号之后 当天买进去 尾盘买进去 第二天没有怎么去涨 第三天没有怎么去涨 洗了几天的盘 洗了一点时间的盘 但是最后 它的这一波拉伸的话 从尾盘 收盘价是23块2毛8 大家可以看一下 最高是涨到了一个 47块7毛7 是不是 接近一个翻倍 接近一个翻倍 是不是很舒服 差不多已经是翻倍了 46块多已经是翻倍的 最高涨到47块多 47块多 有朋友可能会说了 为什么说在这个地方 它没有走成窝呢 大家注意一下 这个地方为什么没有走成窝 它是有原因的 它是有原因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 你 不管大家用什么战法来用的话 一定要注意神蓝的 神蓝的一个趋势线 神蓝的趋势线 你像这一打暗里 神蓝趋势线这个地方 它的这一块是不是蓝色的 神蓝趋势线为蓝色区域不买 神蓝趋势线为蓝色区域不买 蓝色时不买 一定要记住了 红色时神蓝趋势线很明显的一个向上走势的时候 是我们可以进入的一个时机 可以进入个时机 好 这是这的案例 翻倍了 对不对 我们再往上面去看上面这个案例 这的案例的话 在7月30号发出信号之后 尾盘就可以买 尾盘就可以买 从15块钱一度 拉到了最高的22块8毛1 差不多胆期的涨幅也是百分之四十几的一个空间 是不是也是很爽的啊 好 我们再看这一档案例 这一档案例 这一档案例的话 它是在8月24号 8月24号 出现了这个独孤一键的一个信号 独孤一键的信号 当天买进去之后 第二天一定要顶住一个压力 因为第二天它最多的时候是大跌了一个百分之七八的一个样子啊 大家注意一下啊 呃 这里进行一个小知识的一个讲解啊 小知识的讲解 因为在这个地方呢 也看到 它是不是往下去打了 对不对 这里是不是很像一个什么尖刀 对不对 如果是在上面出现这样子的话 大家尽量的考虑走 在底部的话 这里叫尖刀底啊 尖刀底 尖刀底 有快速的一个下跌之后 又快速拉伸起来 很多时候这样子的啊 这样子的一个形态走出来的话 分支图上啊 不要考 不用考虑这里是放量还是一个什么的啊 这个地方出现尖刀底的话 那么它大概就会往 构式就会往上去拉伸啊 尖刀底啊 尖刀底 所以在这个地方一定要紧着这个压力 然后后面的话 是不是来了三个涨停板啊 是不是来了三个涨停板 我们再看一下 最后最劲爆的一个案例啊 最基本的案例 就是最近啊 连拉了12345个一字板 今天打开一字板 最终还是封上一个涨停板 是不是很强势啊 大家看一下啊 9月1号发出了这个独孤一键的个信号 当天尾牌买进去啊 2点56分买进去就可以了 然后9月2号的话 微跌0.99 然后就开始了 一路拉伸啊 一路拉伸啊 这套战法啊 简单的使能给大家去说一下 它的一个原理啊 原理啊 原理的话就是 首先前面出现一个大阳线 一般情况下啊 就是在百分之 9以上啊 最起码是百分之9以上 也就是说 老票的一个掌停板啊 如果说是创业板 或者是科创板的话 出现的就是 9%以上的一个大阳线 那么次日的话 次日的话 它是一个什么 是一个带有长上阴线的 并且带有实体的 这周收阳线的 这样子的一个K线 当然实体的大小 以及上阴线的大小 都是有特别的要求的 包括最近的 一个成交量的一个要求 还有综合其他的一些技术 我在这里就不方便 跟他去过多的去讲了 由于时间的关系啊 还是一样啊 如果说你喜欢神兰 这套战法的朋友啊 评论区扣666 老朋友的话啊 一定要注意啊 想学习的话 那么一定要点赞收藏 老新朋友 一定要记得关注一下啊 关注一下 不然你下次 神兰再分享 其他的更好的一些战法的时候 你就找不到神兰了啊 好 今天的话 这个节课的话 就跟大家说到这里啊 呃 还是一样 呃 谢谢大家啊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啊